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觉得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甚至富农姚世杰分到土地他就想致富他就想成为地主所有的农民都想成为地主所有的农民都想发家致富你想一想不让他发家致富让他发家致富是不需要教他的对不对但是不让他发家致富这要是通过非常激烈的阶级斗争才能够压制下去的比如文化大革命各自民主人的尾巴是吧 拿好批斗等等 那你说明农民真实的愿望他真实的心理他真实的能量是在他发家致富上面是在农民如何成为地主如何成为富农的那样一种个人的冲动上面 但是我们革命文学它需要塑造的是农民如何意识到自己走自发的小农经济自发的发家致富是错误的 那是走了资本主义大家知道资本主义概念用在这里是肯定不合适的 这不是资本主义 那么在我们更加侧重去写农民产生的那种革命的愿望和成长的这种过程 那么另外一篇文章是叫做胡书写的叫革命英雄的谱系 所以我也很惊奇其实我们后来说的谱系学 系谱学 是吧这当然是从翻译这个尼采的《道德的谱系》 这个词经常有系谱和谱系两个颠倒 一般都用得很普遍 他说这是一部比美誉珍贵千倍的书 作为史诗 他记录了三十年代战斗的声音 他以令人信服的真实的艺术形象描述了党和劳动人民 可追溯至原主的血缘谱系 从而也有力地感召了我们 一使我们的后代要无愧与前辈 把绵缘不绝的革命谱系更加泛杨光大地结束下去 直到千秋万代 所以这一段话呢大家会知道 是吧 他写革命历史的我就是为了现实 是吧 在那里面看到了 哦 原来我们的前辈 我们的父辈 他们从一个普通的农民 在地主的剥削和压迫底下 他如何自觉地起来反抗 起来建立了自己的革命的信念 走上了反抗的道路 那么这一切呢 是这种坚定的革命性 是当时的现实的 当下的那些人所需要的 也就是说在五六岁年代 这些要为革命 继续奋斗的人 他所需要的那种形象 那种典范 那么这里还有一个权威评论家 邵全林 邵全林他是中国作协的副主席 他说道 他作者从几十年来的 中国农村重重苦难 和前夫后继的 农民革命斗争中 从农民自发到自学过程中 从无产阶级先锋队 深入农村与农民群众相会合 从而领导了 农村革命斗争的曲折过程中 深刻地描绘出 中国贫困农民的坚嫩 强义 朴实和善良的灵魂和性格 写出了他们那种斗争的韧性 他们的希望 欢乐和梦想 这部小说可以说是 比较全面地概括了 整个民主革命时期的 中国农民生活与斗争 在艺术上达到相当深度 与高度的作品 那么 这里是邵全林的一篇文章 这个题目 过去的文章的题目都非常长 洪西普是概括中国民主革命时期 斗争生活的 有高度艺术水平的作品 但现在这种题目肯定是不行的 那么那个时候 题目就是一个标准式的口号 这个是文艺报 59年等等 但是呢 这里呢 我想就这些问题呢 提出一些讨论 关于这个故事 关于这些 大家回去去看了 或者不行 看一下我小说里面的概括就可以 我书里面的概括就行了 我要提出来的是说 这个 洪西普呢 无疑是一部典型的革命历史叙述的作品 作为叙述主体结构的 阶级斗争冲突和地主恶霸 对农民的欺压行为呢 构成了乡村的主要的矛盾 农民被逼得 不得不走上革命反抗的道路 那么这一革命文学经典性的叙事纲领 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设定 也是为革命历史 确立合法性的历史依据 所以这部小说 不管是在当时还是在今天 都还有它的艺术价值 那么它对当时的农村状况的表现 对乡土中国生活习数的描摹 对农民性格心理的刻画 对家庭伦理 特别是父子关系的表现等等 都显示出颇为独到的特征 农郁的乡土生活气息呢 多有感恩之处 每个人物呢 都刻画得有门有脚 那么这是我对它的基本的评价 好 总体的评价 那么这里的我要去追问一下 就在洪奇普这样一个 被称之为典型的 经典的 优秀的 革命文学的作品当中 他是不是像前面几位的批评家 是吧 这个方明也好 胡苏也好 邵权林也好 说的他是因为表现了 农民革命的斗争 表现了农民的自发的这种反抗 农民在革命的教育底下 所产生的反抗的精神 这构成了这部作品 它有文学性 有价值 存在的理由呢 所以我的追问是这样的 就在主体引力的客观化的历史建构中 是否文学的写作 就不再有作者个人起作用的空隙了呢 是否可以设想引力的主体 可能从那些字词 从那些生活的质朴的状态中 透视出它的人动性呢 这牵涉到对当代文学史的 文学性的一个解释 那就是在革命化的写作中 是否只有历史叙事的客观化运动 而没有写作主体的痕迹 如何理解革命化写作中 写作主体的位置和作用 以及字词的修辞 所提示的可能性呢 所以我这个提问是一个什么意思 就是在对革命文学的这样一个理解当中 如何去看待它本身包含的文学性 而它的文学性并不是由在那个年代 所论定的它的政治性 其实邵权林和前面几个评论家 谈的都是它政治性 是吧 它在政治上如何正确 如何走在历史的前面 如何有价值 我想怎么去理解 这样一种革命文学本身的文学性 包括在我们今天 其实呢 也并不仅仅是在我们今天 就是在当时能够读起来 我们固然一方面会读到 它的政治的一种思想意识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会从它当中 感受到一种文学性 是吧 它是做一个文学作品来感动我们的 只是那个时候 这种文学性它是被压抑的 它是不被强调的 那今天回过头来看一看 那种政治性 已经失去了它的合理性 甚至失去了它的合法性 但是我们依然会有所感动 或者说依然会非常感动 包括我让我的学生去读创业史 他都会非常惊叹 就这作品小说怎么会写得这么好 是吧 我随便 大家有些人在笑 很不以为了 是吧 觉得他肯定没有郭敬明写得好 没有这个韩寒写得好 是吧 也不一定 是吧 那么好 就是我们来看一看 包括洪奇普 这个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 是在今天读起来 我觉得依然是那么的 对于我这辈子 可能当然我们这种经验 不能成为你们的经验 是吧 就是怎么去理解它 大家看一看 我们在学理上 怎么去探讨这个问题 就这个问题呢 我就说 这是我们理解革命文学中的一个难点 是吧 你怎么说他在 当然在当时是一个伪装 是吧 甚至在当时是一个误读 比如当时都说他政治上如何了不起 如何伟大 是吧 如何写出了农民的反抗 写出历史广告的画面 但是他的文学性那边都不提了 是吧 但实际上他是起作用的 文学作用那就完整了 你读下去 他是整体来起作用 他是形象来感染人的 是吧 他是以他的故事的完整性 以他生活的细节 这些来起作用 那么在今天我们对那些政治不感兴趣之后 我们去读他 我们依然有感触 依然有感受 所以我在这里是这么来理解 就是在革命文艺激进的事件当中 这种文学性的因素 它是怎么保留的 它是怎么存在的 就文学叙述的传承功能 和个人生殖的生活记忆 它是以非常隐蔽而暧昧的方式保存下来并且作用 就每个写作者每时每刻都在生活 这个自明的真理 在革命文艺的理论表述中 却被强调了有些过了头 就是说 南源与生活 在这里掩藏着清除填补的双重作用 所以从直接的意义上看 生路生活是作家改造世界观的途径 只有到群众中去体验人民群众活乐的生活 小资产这些作家才可能把立场转变到工农兵方面来 所以文艺为什么能服务的问题才能迎论而解 但是要写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 这并不能单纯的依靠正确的世界观 依靠革命的纲领和概念 只有生活活生生的现实 才能构成文学作品的内涵形式 对革命文艺来说 也是用透明性的语言 描摸生活的实际形状 才能获得民众的欣赏 这个看上去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其实它是包含着根本的矛盾 没有生活 没有真实的个人记忆和经验 就没有办法写出文学作品 但是呢 生活又是一个被理想化的飞地 在那里 作者既可以改造世界观 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 又可以获得个人的经验和记忆 这个矛盾的双方 与其说是对地面的统一 不如说是妥协的结果 世界观的改造 要通过深入生活 但是更重要的在于 深入生活呢 成为世界观改造的补充的形式 就你在深入生活过程当中 你才能真的写出文学作品 不一定是革命的文学作品 当然你一定要有生活 就是在今天为止 写作品 写文学 一定要经验 要生活 当然大家会举出非常极端的例子 比如波和斯 他一辈子关在图书馆里面 眼睛也瞎了 看也看不到 是吧 但是他的文学作品 哪儿来 所以他有 他的文学作品 就非常多的知识 非常多的形式 是吧 他是很极端的例子 但是他也 也有生活 是吧 那么这种生活 当然我们说书本 想象也是生活 那么这些问题 当然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 会有很多的例外 鲁勋先生说 如果你写强盗 你难道就去偷告吗 是吧 你写妓女 难道就要去妓院吗 是吧 这倒不一定 是吧 那么苏同写妻妾成群 他真的就得找几个老婆吗 这很不一定 是吧 他是可以通过想象 这种生活 他有一种阅读 有他的经验 有他的想象 有他本身的艺术的才华 有他的领悟能力 但是呢 在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 作家的写作 因为他要写工农兵 他确实需要熟悉工农兵的生活 那么这一点 他无法想象 他如果说 在一个 另一种写作当中 在一种自由的写作当中 作者是可以根据他的想象 根据他的阅读 根据他的领悟 根据他的文学上的才华 他是虚构 但是革命文学 他需要回到生活 回到工农兵的生活中去 他尽量地把他的经验 他的想象 他的情感 和工农兵打成一片 那么在这种生活中呢 他才能够有效地写出 工农兵生活的一种情状 但是呢 写出工农兵的生活是一回事 在这个生活中 注入革命的理念 和获得世界观 又是另一回事情 所以这二者 并不是天然的能够等同的 是吧 作家到农村去 积累材料 和人民生活在一起 培养了和人民的感情 群众的感情 然后呢 写出正面的人物的形象 其实在这里面还是要 整个革命文学 它一直要去除的 是作家 这些知识分子 他们的这种主体性 是吧 他们知识分子总是 有他启蒙大众的那种东西 过去的人民群众 总是要作为受教育的对象 是吧 他如何在和他们的生活中 做群众的小学生 通过这样一个改造当中的 来获得他和人民群众 更加接近的一种情感 但是这实际上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大量的生活 拥进来之后 那种革命的理念 革命的行动 革命的实践 它就被削减 它就被落滑 会出现这个问题 比如说赵树里的作品 后来就一直认为 他写的主题不大 思想不深刻 是吧 因为他太多这种生活了 人民的生活 人民的细节 以及对人民的同情 而且他这种人民 更加符合生活的实际 没有被扒高 没有被想象 是吧 没有反抗性 没有斗争性 所以三里湾也好 像这些作品也好 它都是变成家长里短 这个男男女女 这个离婚结婚 是吧 吵吵闹闹 它变成这些东西 是吧 所以他赵树里的经验 和洪奇普的经验 有某种相通之处 这个相通之处在哪呢 就是说洪奇普的写作当中 它在很大程度上 它是依赖生活经验 依赖个人的记忆 依赖他对生活的理解 所以呢 整个革命文学 实际上是两张皮 一张皮 是革命的理念 革命的观念 是吧 阶级斗争 两条路线斗争 党如何领导人民 起来 是吧 打倒地主阶级 推翻三座大山 是吧 跟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另一方面 是活生生的乡村的生活 是他自己经历过的 这些作家 他们本身从农村走出来 或者他们对农村有过接触 对生活的过去的那种 记忆的一种理解 那么这二者呢 并不是天拿的 能够融合在一起的 而恰恰的在革命文学的展开中呢 是这种生活 它起的很大的作用 那么大家也可以看看 包括我们后面 也会讨讨得到 三家巷这种作品 是吧 我们十几岁的时候读 能够感动我们的 都是那种家庭的伦理生活 是吧 少年的 少年人的那种 那种关系 是吧 朦胧的友谊啊 爱情啊 是那种东西 那么至于比如说 我那个时候读 小城春秋 我一辈子就记得那句话 在我少年的时候 朝思暮想去寒海 至于他里面 斗争不斗争 跟谁斗争 起来革命 闹革命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那下十五岁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是吧 但是我看到的是 当然里面有 英雄主义的好情 但是它的政治性 它会转化为别的东西 所以文学作品的问题 就在这里 它的意义是不确定的 你说它是革命 跟共产党闹革命 比如说小城春秋那种 包括大浪逃杀那种也好 但对我们青年来说 我们读起来是英雄主义 是一种理想主义 它是抽象的 它可以抽象的 它革命的这种内容 到底是什么 它是不确定的 我不知道大家 同一不同的看法 所以大家都 过去都认为 比如说 国外的不少的汉学家 或者说不少 站在这种 优的立场 就是你这全是一些 这个意识形态 政治的说教等等 其实对不同的经验的人来说 他所理解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比如我们 年轻的时候 少年的时候 读这些作品 你说两条路线斗争 什么斗斗斗 跟我没有关系 说艳阳天 我感到有意思的 是吧 那个焦书虎 是吧 和那个 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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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村 萧长春 萧什么村 那么他就说 跟他的儿子说 他说 你别叫我姐姐 你叫我姑 是吧 因为只要一叫姑了 他跟那个 萧长春的 他就是什么 他就是平辈了 是吧 平辈的话 他就可能跟他搞恋爱关系 是不是 哎呀 我们小时候觉得 这种细节 非常有意思 是吧 他觉得很有意思 是吧 然后这个 还有一个叫玛丽本 是吧 玛丽本呢 一直在追求这个焦书虹 那么他呢 就跟他约会 约会就在他晚上 你到某某某某 那个草舵那里边就等我 结果呢 怎么这个约会 被焦书虹的父亲呢 他把这个消息 故意透了 让他父亲知道 他父亲晚上就在那蹲点 结果他晚上呢 就把嘴巴凑过去 要亲他的嘴 结果一亲 亲到都是胡子 蛮子和胡子 那结果被他打了一巴掌 结果呢 是焦书虹的父亲 说哎呀 我们小时候觉得 哎呀 这个很妙 这个 而且要告诫自己 要长大了 要小心 别搞错了 结果它是这些东西在起作用